比如在胸前一副小乖乖的样子 咱们去看看它的技能吧 疼腕就是从兜里扔出肘子 然后呢成长成一个大树 但是爬树的期间 已经化身为爬树小能手 它的速度会大幅提高 用来逃命 简直太适合不过了 不过这样玩意儿猫也能用哦 最好玩的就是它的肉带充机 用蓄力 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球 可以用来打猫 还可以砸墙 等一下带你们看看 是不是有点像某海盗的第二武器呢 如果最使用的技能 我感觉就是这个被动了 罗宾和太妃喝牛奶吃蛋糕之后 将永久增加跳跃高度 最高呢叠加五层 哎呀吃货就是这样啦 通过吃不掉的计划 虽然没有二段跳得高 但是也是很强哦 二级就不得了了 每20秒就能获得一个一层两秒的护盾 别小看这一层护盾哦 在解护盾触发的时候 还能解除受伤和虚弱的效果 感觉这个角色又好看又好玩的 您说到时候使用金币买呢 还是活动做 算了算了 我在想桃子吃 好了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关注哦 爱你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